我给你一个任务 您说 什么任务 收容调队的 我都希望别人收容咋问的 别对 现在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 你应该明白我的用心良苦 我知道您是用心良苦 可咱们确实是力不从心了 咬牙 我告诉你 景卫廉得罪了不少人 现在是挽回影响的好机会 这我都知道 可是 没有可是 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掉队的 我拿你试问 头儿 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给我听着 要有他娘一个掉队的 老子拿你们俩试问 快点 快点 跟上 快 快跟上 快点 快点 这么回事啊 好 刚才清点了一下 已经有四十多个同学兵党了 看来要组织一个收工队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警卫连了 他们是国民党的骨干 应该让他们吃点苦做个表率 公爷 这几学生都病了 在发烧呢 是吗 这可不行吗 会传染吗 有可能 现在大多数人身体都很虚弱 有想办法隔离啊 是啊 刚才军医也说了 但怎么隔离啊 不隔离传染就麻烦了 我建议把他们放在队伍的后面 让警卫连来照顾他们的命 你觉得怎么样 警卫连 他们能信我 你对他们不放心 这样 就按你说的办法 好 好 快 快 这军医联是张文明的宠吗 他怎么可能让他们受痛而得 军医联的骨干 都是国民党的 他希望他们在部队中 能起到表率作品 是吗 这军医联的骨护 他一日在位 重剃国民党在世人面前的形象而努力 他死杀张宗昌救队的女帝啊 说实话 他当初也是个理想者 但是现在公寓心细老 你是不是怀疑 他们不会尽职尽责呀 你觉得会吗 量他们也不敢 否则的话 张公寓不会饶过他们 但也如此吧 快钱 快钱 10 你寻求 需要 schwierig 他想笼络共产党的人心 就不怕含了咱国民当弟兄的心 我有什么办法 谁让他是咱们的头呢 我可不承认他是咱们的头 我一直拿您当我们的头 要是依了老子的脾气 就把这些勒坠都给甩了 免得咱们造罪 这是怎么跟张无垠交代 是啊 他总不至于回来掩饰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都太狠了吧 怎么做太狠了吧 看着这些人怎么受罪 死了还真是写啥痛苦 遭思遭操生其实是承权他 只是咱们这么做 怎么向张公仪解释 就说病 来了 他能相信吗 你费什么话 哪有军医呢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人群一块儿干掉 这怎么定了 不过你们俩下手 一定要给我干掉他 都他娘给我听着 拔嘴拔 严肃漏 撤 就算你要坐 那这也 произош了 这也不是 大嫂 你们看见这儿 有没有部队从这儿经过 没看见 不知道 谢谢啊 大伯 您知道军官教导团在哪儿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看见了 一定不会放过我 要不我们逃吧 跟着真爱去追我 也不会有什么前途 我通过逃兵的 我发过尸 我发过尸 我全部才能逃兵 那你想怎么办 我解发他们 解发他们 我要所有人知道事情真相 你不想活了 你打算跟谁说 可是叶晶军团长不在 赵总团负责任是张公仪 我想 事关重大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好好地考虑 不要这么成功的组织 你考虑什么呀 人家关人的大事 我一定要激发他们 你 别拉住 跑告 进来 什么事 陶儿 那几个兵号都死了 死了 是的 都死了 什么病 据说是上海 我们也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断气 伤寒 军医怎么不好好治 那些军医 也都被传染了 说什么 军医们 最后也都全都死了 什么 你这些话你跟谁说是谁能信 我们也不信啊 可是天有不色风雨 人有胆息火火 闭嘴 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快去 告诉你的下属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张扬出去 听见没有 你这些话你跟谁说是谁能信 你们俩 送来 别拉住 你送来 你们俩落这儿干什么 我 我 我 没 没事 没 没什么 没事 指挥部还在这里 我帮着他 老大农 老大农 这几个病口死了 死了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的 什么病的 伤害的 他们都死了 是啊 军医说的 军医也死了 怎么可能呢 是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有时生命就这么脆弱 这么多人同时都死了也太巧合了吧 确定是伤害吗 人已经死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咱们还有很长的迷路要 我建议啊 这个死人的事情先不要告诉大家 以免引起 护免引起 我觉得这几个人死得蹊跷 尤其是军医 张公义置自不提死因 去再三强调稳定军心 这事儿 太难让人理解了 把杀命员交给警卫连是他的主意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想隐瞒真相 也在情理之中啊 我看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你怀疑什么呢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想回去看看 可我们走得这么远了 天又黑 上哪儿找买尸的地方啊 让野蛮尸体的人带路 他们要想隐瞒世事的真相 就一定会做手架 想查出来并不容易 老云啊 这些学生死得不明不白 今后咱们向他们的家人交代 身为教官 咱们闷心有愧啊 是啊 你是不是调队啊 我 我 没有啊 我一直跟着大队伍来着 我们连的人可以给我作证 调队也没关系 我们专门负责收容 要不让我们兄弟们伺候走的 不不不不 你要是不想让我们收了一句的听话 乖乖地跟着大队走 千万别给我们添麻烦 是 一定 天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别再想找谁聊天 明天还有极星军 是 是 很糟了 不得劲 怎么不得劲 那么像师母呢 进一步 抓了什么人啊 我们抓了一个共产党的探子 怎么了 你说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 他贼头贼脑的四处在打听教导团的消息 你胡说 师母 师母 你干什么 真的是师母 龚金兽 聂天虎 他是苏老师的爱 你把人给我放了 你吃了豹子打 你敢管我的军物 我今天还就管了 师母别怕 你敢动他你就是劫持他 你就是通共分子 我一枪打死你 把人给我放了 皇上 你们想干什么 把人给我放了 什么 皇上 把这什么事情了 干什么呢你们 怎么了 你抓了一个共产党的探子 嫂夫人 于教官 什么共产党的探子 这是苏教官的夫人 快把人放了 帮党党旁 这是苏师兄 大人 和陛党党酷 你死驾 我传师兄 只能给大家 这些地方要加上双岗 刀儿 对 各营连的送银地都在这儿呢 这是重点的监控对象 要加岗 这些地方要加上双岗 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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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苏剑齐的太太增玉来了 我也听说 让韩东水给我盯紧点 是 只许盯着 不许伤 明白 走吧 大家得去那边 走吧 等会我 等会我这边 走 都突然不说我赶紧去上厕所 我陪你去 等会我一会儿回来 那你早点回来 来 老婆 来 快 烫烫脚 别烫了 不用了 我这还有一点就看完了 听话 烫得叫舒服 干吗呢你 好上路 快 怎么样 舒服吧 舒服 叫你烫不烫 曾月 我看 明天部队从烧关出发前 你就坐火车赶回广州 行 我回去 来 打开 再加一点 来 这是他 你这次回去以后 要向祖山汇报 部队到达万安的时候 有一部分同志 就主张立刻举行暴动 叶参谱 叶参谋长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暴动的提议 被叶参谋长辅决了 他认为时间不够成熟 他觉得部队就在到达广州以后 才可以见机行事 叶参谋长的意见是对的 周恩来同志 叶挺同志 还有一支同志 他们都不主张你们 单独举行暴动 党的指示 是让你们能够安全地把部队 带到广州 然后再确定准确地暴动时间 这和叶剑英参谋长的主张 是完全一致的 那好 有了党的指示 我们的方向就明确多了 你跟易子同志说 让他放心 我一定会安全地把部队带到广州 擦擦脚吧 要烫不烫 烫起来没个碗 你们站着干嘛 我们保护宁吉太下的安全 敬畏廉呢 对 不用了 回去吧 这条工艺派人把我们给监视起来 拥护宁吉他 拥护宁吉他 大叔 哪去啊 我找张总教官与骑士 你两个部队的 哪个营哪个连 找张总教官什么事 老哥 东水 来再好了赶紧跟他说 让我进去 我找张总教官与骑士 你等一下 你找他有什么事 你得先跟我说呀 我没法跟你说 那我就不能让你进了 我们这儿有规定 招紧交官工作的时候 不会可 你知道他现在跟谁在一起吗 像才艺 那我就更不可让你进去了 你知道吧 那算了吧 没事了 二哥 你别急着走啊 这样吧 我看你也挺着急的 我进去替你通报一声 你等着好吧 文医啊 好消息啊 什么消息 夜景喝龙 兵败朝山 可喜可贺呀 游戏有忧啊 怎么讲 我们追剿南长叛军 回使广州名正言顺 所以张总司令 要求我们尽快地赶到广州 要站稳脚跟 避免夜长梦多 可是我们刚刚到韶馆啊 所以嘛 张总司令要求你们 加快进军速度 必须要赶在李济身和黄少洪之前赶到广州吧 张总司令的意思是让我们打前锋 来 公医啊 你很聪明 张总司令就这个意思 报告 进来 张总司令就这个意思 进来 张总司令就这个意思 进来 张先生 向太医 什么事 南昌起义的意义 这是在哪儿发现的 在我们零苏阴里 谁的 不知道 捡的 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刚才 有人知道你到这儿来了 没有人知道 我打了上厕所的接口出来的 知道了 这样 全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明白吗 是 您看看吧 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材料 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材料 对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共产党还有人潜伏在教导团 是的 在学生兵里 有两个组织 一个叫工农兵革命同志会 一个叫孙文主义协会 前者是共产党搞的 后者是我发起的 据我了解 现在很多同学都秘密地加入了这个同志会 受共产党操作 所以 让教导团 打前锋和殿后 都不合适 太危险了 我建议 把他们放在中间 一旦他们划遍 我们也好控制 你这个建议是对的 我立刻向张祖司令回报 另外 我建议 立刻把七十三七十四团调过来 监控他们 嗯 嗯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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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大家注意我 小心点 好 一立 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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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三 七十四份 团团地把我们围住 到底什么意思 我又不是总指挥 我怎么知道 总指挥有他的部署 我们执行就是了 他们这么做 已经引起了官兵强烈的不满 如果要产生摩擦 这个责任谁负 我们的任务是 尽快到达广州 其他的免谈 至于你说的摩擦 谁跟谁摩擦 我告诉你 谁闹事 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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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你让别人监视起来了 我这要给卖好了 你马上收拾一下 立刻就走 会发生突变吗 不好说 一定不要忘了党的指示 要保全这支队伍 账发给给我的任务是 要让部队立刻赶到空舟 从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觉得不会立刻就变 我已经把这些情况 报告给了 叶锦英参谋长 我真被你担心 没关系 好了 事不宜迟 我马上就走 来 你要保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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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副官 易定英同志回来了 他说要和军官教导团 一起行军 太好了 来 坐 他能来 我们教导团就安全多了 叶苍壤让我告诉大家 笑人物挂在脸上 怒火憋在心里 那怎么对付 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 人 听说了吗 南昌起义部队失败了 秋树起义部队也失败了 毛泽东同志 把队伍拉上了锦康山 叶静英同志说 我们这支队伍 是少数没有受到损失的部队 是党的宝贵财富 我们一定为党保存好这笔财富 无论受到多大压力 含辛茹苦 也要把部队 安全地带到广州 请党放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关心山 姑爷 好好好 辛苦辛苦啊 一楼辛苦 姑爷啊 我发现网络的秘局不错 我准备了好几项 你带回去给教育团的官宾们尝一尝 吃了你的秘局也不会说你好 会吧 当然 来 坐坐 这一路下来 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只要共产党暴动 他们肯定跟着走 你肯定 非常肯定 他们现在是 吃着国民党的饭 唱着共产党的歌 嘴里喊着三民主义 心里边想的是共产主义 那你有什么建议 我有四种方法可以解决教导团的问题 第一 把他们拉回军校 搞一次清理 好在留下来 坏的开除 第二 把他们打散 分散到各个部队 削弱他们的力量 第三 给他们钱让他们回家 第四 一网打尽 缠草出根 公爷 你对党国的效忠令人钦佩 但是 张总司令想要另外一种办法 来试一试 他们对张总司令 是否听从的 什么办法 让他们替张总司令打一仗 再겐 的 你 我来 不用啊 我自己能行 来 你能行 wilderness 你能行 我快心 那我喝了 你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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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你能行 大哥 离了我就不行了 我妈妈看不就要闯了吗 同学们 发枪了 发枪了 赶紧收拾一下 回宿舍集合 快 发枪了 发枪了 何秘墓 别吓烧烧 真发枪了 真的 这回不止发枪 还发钱呢 同学们 回宿舍 嚣张集合 发枪了 快 发枪了 真发枪了 有点各位 这个没 answer 知道了 铭蜜 那 neighborhood 罗舌 有兴趣 差 这 何 哪 是 垃 估计是贵系部队 贵系也是革命党 打起来岂不是窝里斗 多数国民党就是新军阀 他们窝里斗才不奇怪呢 那他们窝里斗 我们干嘛要帮着打 对呀 我们干嘛要帮着打呀 我们就看着好了 这恐怕由不得我们吧 别想那么多了 先把枪拿到手里 枪在手里 心里踏实 出发了 太快了 你可不得了 这套案子 怎么说 这套案子 会有什么新案子 卢士 他 你们吃饭吧 这套案子 还在家里面 你去吃饭吧 我去吃饭吧 我去吃饭吧 你去吃饭吧 你去吃饭吧 我去吃饭吧 你去吃饭吧 有点热吧 张总指挥没赏脸 把这十万大洋给退回去了 这不就等于是宣战了 十万大洋都不要 你瞧你那眼珠的瞪了 张总指挥那是干大事的人 又像你这样见钱眼开 那能成总指挥吗 反正都是要开战 要是换了我呀 钱先拿着地盘照抢 两不耽误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就凭你这种想法 我成不了局了 这世道 谁做君子谁吃亏 那你决定做小人 小人不小人的 反正咱不能干吃亏的事 他们是向我们示威 我看你了 请接 自总教官 请期 我要再叫我父亲 在国民党那儿 我可是无关一声锦练 罚 你永远是我们的领导 来 走 您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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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